发热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的情况 那么很多家庭一遇到发热 特别是小朋友一发热了 我们赶快吃退烧药吧 是吧 我们是否给他吃点抗生素了 那么从我们医生的角度上 这些都是错误的 一般24小时以内 这个发热的病人 没有出现明显的脱水 或者经绝的症状 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 就是说你去给他服用退烧药 因为这样会干扰我们的病因的心脏 干扰我们诊断以及下一步治疗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的24小时 出现发热 我们就说怎么办呢 你就给他在家里边多喝水 是吧 注意休息 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就可以了 当然发热超过24小时 那你就得去医院就诊了 找医生看一看 我发热的原因是什么呀 有没有感染呢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进行一个正规的治疗 没事吧 没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